全球爱好原始点的家人们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7月24号 张医师线上课程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 实作教学与答疑 张医师我们是不是就开始 好 那我们就直接进入主题 2022年7月24号 实作教学与答疑 老师我们今天实作教学有三个主题 一个是中风转见动人 一个是全身系统性的硬疲症 还有一个是急性腹痛 好 那就请Luna你来跟大家分享吧 好 那我们先分享一下 中风转见动人的这个案例 周先生今年71岁 10月23日脑血管流破裂 做过引流及填补血管流的手术 在医院住了两个月 她的亲戚也就是我们的志工 曾经是中风复原的患者 就是这一位Christine 她介绍她的亲戚认识原始点 所以她算是很幸运 出院以后就到了原始点的地方 这是她三月中的时候 到我们推广点来 当时的情况是 人是僵硬的 然后闭着双眼 她的眼睛是睁不开的 手脚都是僵硬的 要好几个人抬着她 才能够上轮椅 然后她的脸色 也可以看得清 非常的蜡黄 当时我们要帮她 扶到按摩床 要四五个志工 才能够搀扶她上按摩床 像她在家里的话 可能就是要用一种机器吊床 把她吊到床上去 总之就是非常的僵硬 就像医生讲的 就会逐渐变见动人的那种感觉 这个都是她刚来的时候 曾经理跟她讲 要怎么样操作 那当时我们有给患者 做这样子的要求 我们要求患者的家属要配合 第一个我们要她看视频 了解她现在的贪卵无力 见动 无意识的抓据 不能说话的这些症状 跟她那个脑血管流 一点关系都没有 所以像这种家属 跟患者 我们希望她把果跟因 先搞清楚 然后也要她明白 状不生症 也就是说她现在的这些表现 都是果 那西医处理她的血管流 清除她 就是说在她的状的组织 受损上一直去解决 其实她解决了她这个状的问题 这患者的这些症状 痰卵无力 见动 不能说话 其实都没有改善 那陈经理一直跟他们讲 就说检查出来的这些都不是因 这个是很重要的重点 希望患者家属 要明白 现在要解决的就是体伤 跟补充热能 才是关键 然后因为我们知道 她也在服用西药 所以一定要告诉她 西药极寒 会严重影响 组织器官运作 如果患者家属 她明白含良药 会加重体伤 延缓病情的话 那她自己要做出一个抉择 所以我们也跟病患的家属 讨论一下处理的方案 要她能够配合 因为主要是头部体伤嘛 所以我们要求患者 要把头 剃光头 这样方便我们涂抹姜粉泥 还有因为也要有 比较精准到位的按推 我们也安排合格的志工 就专门帮她按推 每一周希望她到推广点两次 最少 那志工呢 是会去她家里一次 因为她外出非常的不方便 她必须要用吊车 还有就是 要特别的一种专属的车子 来到一次推广点 也要一两百块美金吧 很辛苦 所以我们想说她来两次 志工去一次 然后其他的时间 在家里 家属帮她按推 还有涂姜粉泥 那我们现在看了这个照片 就是陈经理在教她的家属 涂姜粉泥 头部已经涂好了 把它包起来 用红豆袋 然后又戴个帽子 然后教她怎么样按推 那背部涂好了以后 然后用红豆袋 这些都有教她 这是在三月底的时候 这看起来像是很简单的一个动作 其实我们才做两个礼拜 两个礼拜她的手跟脚 能够有这样的动作 其他家人是非常兴奋的 因为他们以为 剑洞就是一直慢慢僵硬下去 然后接下来我们到四月份的时候 我们到四月初的时候 可以看得到她的眼神 跟来的时候那种呆滞 针不开 已经大不相同 然后到了四月中 差不多做将近一个月的时候 我们来看看她的情况 开始来 哇 这么进步 你手撑着 屁股抬起来 脚踩了地 脚不要拿起来 脚不要抬起来 手撑着身体 没有关系 你脚不要抬 脚踏了地 太好 太好 对 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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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可以动 会 屁股会用力 好 很好 过 慢慢来 这个到四月中 将近就是差不多一个月吧 就有这么大的进步 那个脚能够抬这么高 在她来的时候 那是脚是完全要三四个人搬动她 才能够把她扶下来 所以一个月就有这样的进步 然后到了五月的时候 五月初的时候 可以看得到她开始有笑容 就是她自己也感觉到 跟我们会有互动 本来就是她的眼神都没有表情 因为我想她也是很痛苦 她没有办法表达 今天又高 这边呢 哇 不错 不错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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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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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机高 手机高 再高 再高 很棒 很棒 有信心 不错了 那么多人 微观 吓死了 害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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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跟我一样 你害羞 这样的进步 我们大家都很兴奋 志工也很兴奋 五月初就是这样 到了五月中的时候 我们在帮他服务的时候 可以感觉他身体就 已经变得比较柔软 要不要 你将来做见证 跟娜娜讲你是怎么康复的 这个过程好不好 好 需不需要塗马萨克 不需要 六月的时候 站在那边 左手 左手给我 来 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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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手来 你看快了吧 快不快 好快哦 再来一遍 再更快点 哇 再高一点 再来 哇 再来 哇 太棒 太棒 今天先请教我 教会你说我是东小林 讲啊 他不想说啊 你叫什么名字啊 害羞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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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害羞不要讲啊 害羞不要讲 真的很好很好 很多很为你高兴 进步了 进步很多 哇 年轻人 第一次来怎么样 记得啊 记得啊 他刚刚脚抬脚了 看一下吧 抬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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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上次抬不起来 抬起来 哦 这只脚 你还记得第一次来 这样子啊 不需要塗马萨克 他的声音能够发出来 真的是不简单 好 我们再看下面一段视频 他声音真的发出来了 来 再暂停一点 暂停一点 讲 讲今天星期四 讲 大声点 耶 听到了 好棒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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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讲一遍 快四个月了 只是趴一趴 说不定就 嗯 对对对 快四个月了 快了 快了 差不多快四个月 刚好可以把声音发出来 然后手已经可以抬到 比他的头还要高 哇 真的是很不简单 看起来都是一小步哦 但是对他来讲 真的是比登天还难的 所以他们家人也是非常的兴奋 那当然这从中间 好 我们接下来看下一个 这中间 嗯 其实他当然也有反复 比如说有时候就看起来 体力比较虚弱 然后 刚好那一阵子呢 又发现他说头部有积水 那脑积水 当然医生就检查跟他讲说 你脑部积水啊 还是继续要做引流 但是我们就跟他分析 就是就是加强头部的温敷 涂姜粉泥跟按推就可以了 尽量不去做 那么我们也 我也打电话请教张医师 张医师也给我们一些指点 然后我也告诉患者 我相信今天患者也会 同时也听到 这个解说 我当时我是这样跟他说的 我把张医师的话呢 转述一遍给他听 我说张医师有告诉我 脑部的积水 还是任何地方有积水 身体他都会自动的吸收 或者排出 要相信身体有自愈的能力 当然如果患者有体伤 或者热能不足 吸收能力就会比较弱 所以呢 我们为他做的方向都是正确的 加强内外热源之后 所呈现出来的这些果 每个人表现不一定相同 但是像他图片上 他说是不是他按推啊 涂姜粉泥之后 头部有出现一些红块啊 还有呢睡觉的枕巾上面 也有一些血水啊 这个是不是都是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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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但是患者怕切除又要扩散 那其实我们都知道 最关键就是要保命 手术成功去处理这些癌细胞或者肿瘤 或者说他现在去做引流 要抽这个积水 那如果医生也跟他讲有风险性 每一次只能引一点点 要看情况反应再引 那如果说命不保呢 那又怎么办呢 所以我就把张医师告诉我这番话 我都跟他说 我说当时这位子宫癌患者 一直在排这些脏东西 也排好几个月都没有排完 也是很担心害怕 但是张医师也说了 不管是什么 他身体有足够的热能 不要怀疑 这些血块他都会排出去的 但是就是不管是他在吸收 还是在排出 他会消耗很多的体力 这个时候热能补充就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我跟他讲了以后 他们家属就很高兴 他们就说好 他们就不会再去医院 也不会再去做引流了 也不管他什么积不积水 那他太太最后面也做了一个分享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 他是去年10月23号晚上吃战的时候 就突然昏倒 倒在地上 那因为我们那时候还没有接触原始点 所以我们就打那弯弯 然后就送到医院 医院住了三个礼拜 然后转到Nursing Center六个礼拜 然后回到家里 然后开始自己照顾 有那个Home Health Care 前面我们也是 我看他是圣诞节 圣诞夜回家的 可是我们接触原始点 大概在三月 二月三月 我们一个好朋友 他因为是原始点的志工 有暂时来家里 帮我们就是每个礼拜来一次 帮助我先生按推 到了三月的时候 这边推广处开始了 那我们就这样到这边正式开始治疗 刚开始来的时候 他精神很不好吗 我们比较担心的是他的脑袋 因为他晚上睡觉的时候 有时候醒来 他会动作很奇怪 就是好像你觉得他在摸什么东西 可是就是脑袋不清楚 可是我们按照那个 就是给他热敷 开始给他吃姜丸 给他吃喝姜水 然后就突然发现 那些东西都 晚上的那个很奇怪的动作都没有了 然后这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信心 然后这边志工很认真 Luna曾经理也是一直给我们鼓励 告诉我们说 我们要有信心 一定会好的 现在慢慢他 虽然脑筋还是有时清楚 有时不清楚 可是我们相信 只要按照约10点讲的 只要热能够体上恢复就会没有问题 最近就是有一点 就是因为他的脑肌水还是比较多 可是我们仍然照了原始点给我们的指导 就是注重头部的热敷 还有按推 发现他头上长出那种红磅 相信这也是把那个不好的东西慢慢排出来 所以更加添了我们的信心 也特别谢谢 每次我们很沮丧的时候 Luna曾经理都会给我们鼓励 叫我们去吸加热 所以我相信 只要我们有耐心 我先生站起来 恢复正常 自知可待 谢谢 这个影片 我发现美国朱青山真的做得很好 一般剑洞人大家都知道 西医是没有药的 也就是不管你给他什么药 那个剑洞就是慢慢僵硬 这个是不可逆的 在西医的看法 所以一般得到剑洞人之后 患者心情都是沮丧绝望 那他要改善 在原始点理论很明确 就是体伤跟热能不足 虽然都知道因就是这样 但热能不足要改善 很不容易 那要不只家属的配合 还要志工很有耐心的 帮他涂姜粉泥按吹 所有种种的配合 也就是这样两方面完全配合 因言俱足了 这样的症状才可以改善 单方面都不行的 也就是如果家属也不关心 那你看他一个礼拜才来两次 那两次回家 跟家人的时间那么长 他如果不温敷 然后饮食也造就 这是不可能改善的 就会如同西医讲的 他只会越来越严重 所以志工是起了很重要的一个改善 然后也示范给他们看 也让他们学到 怎么来照顾一个重病患者 那家属也愿意全力来照顾 他们的亲人 那这样整个家 其实那个患者 得到家人的支持 他更有耐心 更觉得他是有希望 何况从这个影片也看得出来 从三四页那个视频中 他慢慢恢复的样子 这给患者应该是很大的信心 所以见动人 在我看法 如果应用得当 是可逆 绝对不是像西医讲的这样 那全球我相信还有很多类似的患者 如果他们也能够 这样来应用原始点 我相信都可以改善 这个影片 看了会让人家非常感动 好 我就把我的一些感想 这样跟大家分享 好 那我们接下来分享第二个 全身系统性的硬疲症 我们先来看一段视频 因为在这里检查是你这个检查完 你要再等一两个月才到检查另外一项什么的 他拖太久了 那我们就回去 然后回去不到两三天 就该做检查就全部做完了 因为你住院进去他就一路排了 想做的 就是医生觉得该做什么他就全部做了 做完就会诊 各科会诊 会诊完就知道你大概是这个 这样就好了 大概是这样 那说我们运气也不错啦 就是遇到那个认识的 他讲说这是罕见疾病叫硬疲症 然后我上网查也查不出所以然 这是什么病 因为很少人有这种病 对 然后后来就 我是宴学就是我去门诊宴学 一个礼拜之后回诊 看报告马上住院 就是急性期 然后就打大量的肋固醇 就打大量的肋固醇 就打大量把病压下来 就是整个人就比较 好像没有那么 怎么讲 没有那么不舒服 我不会讲 就是那时候的不舒服 是全身性的 因为我之前也没经历过 然后 不晓得怎么形容 然后打完肋固醇之后 就让你好像比较舒服的感觉这样 然后就问医生医生说 现在只能用这个先压下来 我打很大量 连续三天 然后就很多副作用就出来了 就是我回去隔离的时候 开始就症状慢慢出来了 然后可能主要是验血 他们就是风湿免疫有一些 有一些就是 我回去被抽的十四管血 然后就去验一些风湿免疫的指数 然后这样抽完他马上就 一个礼拜之后跟我讲说 你就是得这个 应该是得这个病 然后后来就住院 然后住院之后 他就跟我讲说 这个病会引发很多问题 癌症 他们就是 他们就是等于 这叫做 就是他们临床研究 说这种硬疲症的人 会引发癌症 会引发 反正很多很多不同的疾病 所以叫我去做癌症的筛检 所以我在医院里面就做了很多很多筛检 然后 才慢慢感觉说 我这个病好像是很严重 因为不晓得那是什么病 那时候傻傻的 然后来就去做一些 后来检查说肺有 肺有纤维化 因为我那时候讲话会喘 走路会喘 然后连呼吸都会喘 上网可以查 当然是罕见疾病 非常罕见 然后全美 全美三亿人 我记得那天算过也在两千多人而已 所以这是很坦见的级别 所以这方面的研究很少 像Stanford 有一个 就是专门在研究硬疲症的教授 然后我有去给他看过 也没有什么 solution 就是 硬疲症的 就是 我这是叫做系统性硬疲症 就是全身性的硬疲症 那该有的症状我都有了 除了没有 后来塞出来没有癌症之外 好像该有的都有了 所以那时候 医生看到我就 他也没有跟我讲很多 然后他只是鼓励我说 他有一个 他叫我打生物质剂 他说 这个生物质剂是六个月 然后他说 有 他也跟我讲说 有病人就是六个月之后 然后的调养 就是进步很多这样子 他只能这样鼓励我 后来就 就这样子 然后 现在感觉真的有 就是说整个 除了皮 就是我现在 除了就是 我现在皮肤硬皮 然后还有我的硬皮 然后手持就弯曲 然后容易累 这个状况就是还存在 那其他的症状就 就几乎就 就是已经 恢复得很好了这样子 对 所以鼓励就是我想说 鼓励就是 假如你也得到这样病的人 就是真的要 放轻松吧 对 然后他是会慢慢好的 对 对 加油 我觉得要放轻松吧 然后他们讲的时候 就是说能够 运动 就像原指引讲 要乐乐的 要自己坚持 要运动 然后 我现在就是因为 我走路也是有 一点点 然后 我现在 就去外面 走路 然后 都要走路晒 太阳要三十分钟 像这样子 每天出去 对 要强迫自己 有啊 进步很多啊 好 有俊讲说我来之前脸色很差 我现在脸色差好很多了 好很多 以前是那种 那种死如搞灰吧 真的真的 我自己有感觉 对啊 好这个硬皮症的 我们来看看他 刚来的时候他的 这个是他先生在帮他涂姜粉泥 我们有跟他讲 在家里帮他涂 全身都涂 那当然特别加强他的那个手指头 他的手指头本来都是弯曲的 都是弯曲 那 现在他的这个手已经好很多了 刚来的时候 其实这个 刚刚是要访问他 呃 他才讲这么多的病情 然后在访问的时候 他说他抽好多管血 抽了十几管血 我们还有一个志工在旁边问他说 你不是查出来是绝症吗 然后医生说也没有办法处理方案 为什么你要给他抽那么多 啊抽那么多 又检查出来又要做什么 又没有治疗方案 他说对齁 那时候怎么给他抽这么多血 那 后来打生物制剂 其实医生也是跟他讲 会六个月以后会有一点点进步 但是是怎么样的进步也没有说 但是我们都不了解他的情况是怎么样 我们只问他他现在来的症状是什么 他很疲累 然后他全身僵硬 那个肩膀很硬 手抬不起来 那结果帮他做了以后 这些都改善了 手呢给他戴红豆手套 就是在推完姜粉泥以后 还特别为他做一些可以贴暖暖贴的手套 因为红豆戴手套对他而言太重了 所以你们看他现在手上戴的这个手套呢 是可以贴暖暖贴的 他就这样24小时也温敷 然后身上温敷 头部温敷 然后做完肩部 现在整个人都轻松了 所以说我们也不管他叫什么名称 我们也没听过 但是呢就按照原始点的方法 就是体伤跟热能不足给他加强 这个硬疲症的患者 现在好到这种程度 好很多了 跟大家分享 好 这个硬疲症 在台湾我也看过有几个 那 第一个 他有时候确实 皮肤有时候很红 然后有些关节也会不舒服 有时候甚至有一些患者全身性 他甚至还会胸闷 呼吸有一点 就像这个患者他会喘 有一些患者更严重胸 甚至呼吸还会困难 这个看起来 都是有一个共同性 就是很累 那这样的患者在原始点 的诊断上 都算是重病 重病但是 刚刚我们听他的讲话 声音都还不错 不会像第一个 刚分享的那个 见动人 见动人他刚开始是 不大人讲话 而且身体僵硬到 甚至要靠仪器来搬动 他不用 所以这样一比较 大家也知道 虽然都是属重病 那当然第一个是 最为难治疗的 应该是这样 那所以我刚刚讲 我为什么对第一个 这样的严重的患者 那美国还是能做到这么好 让从不大人动的 不能讲话 眼睛睁不开的 到最后都能够 慢慢改善 这确实是不容易 所以见动人 这样比较下来 是更严重的 大家两个影片 这一对照就知道 那即便像这样的患者 也在原始点的看法上 那原始点更有把握 这种只要患者 愿意接受治疗 然后愿意配合原始点这样的法 然后努力去改善自己 比如该运动运动 该补充内外热源 这个都能做到位 然后配合按推 我相信都能改善 在台湾也做了几个这样的案例 以我的经验有时候 第一次来 你只要 帮他确实涂姜粉泥 全身性的 来回三次 然后包括按推 一般做完 我的经验是 患者都会有立即改善 但这样的患者 他们常常是求助无门的 就如同刚刚患者分析的 即便有明医 也做了一些检查 但最后还是没有方案 然后下一步要怎么样 看起来也没有 他们也太多的不确定 还有沮丧 那在原始点 这一部分是 可以针对患者 尤其是因为我们说重病 是以热源为主 按推为辅 那如果懂得用热源 相信都可以改善 很可惜现在的西医 刚好这个体质的热源方面 外内热源方面 西医是欠缺的 所以我常常说西医 重在医疗而轻忽了 这些热源的保健方面 那原始点 那原始点 能够让这些重病患者 改善 更重要是保健重医 医疗 那我相信 经由美国这些志工的努力 还有患者家属的配合 他一定会慢慢走向健康 好 那我就分享到这样 好 谢谢老师 相信患者听了一定 也会很有信心 那接下来要分享一个 急性腹痛 其实它这个是什么样的痛 有的人说它是盲肠炎吧 有人说它是不是肾结石 有人说是不是腹墨炎 反正因为没有去医院检查 只用原始点治疗 所以都不知道 所以我就把它定名为 急性腹痛 我们先来分享这一段视频 是我们一个志工 这是上个月 6月13号 那天早上大概是 4点的时候 就感觉有腹痛 腹部疼痛 刚开始的时候比较轻微 那但是后来呢 慢慢慢慢就 越来越痛 加重了 后来又发现 除了腹动还有腰也开始痛 就是两个方面一起 就开始 我尝试用自己的拳头法 就是来解 然后再尝试吃姜丸 吃完姜丸以后还是不行 痛越来越加重 没有间歇的 然后就呕吐 好像吞下去的姜丸都吐出来了 但是啊 还吐了几次 后来实在是 太痛了 她没办法就叫我姐姐 下来帮忙按推 然后姐姐按推以后 因为学了以后就很少练习 还是解不了症 那结果一直到 8点 早上的8点 她实在太痛了 又消耗了很多体力 然后没办法的情况下 就联系到伦大姐 还有陈师傅 以及大师姐 然后他们过来 就帮我按推 按推完以后 陈师傅按推完以后 大概是10分钟左右吧 那我就不痛了 就马上可以起来了 那我感觉好了 都没事了 又晚点 到这里 就这么特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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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這麼痛 那後來陳師傅他們見過狀況好了 然後他們離開 在離開的時候 就叫大師姐 就留下來觀察 然後當天的時候 有反覆 反覆了兩次,疼痛 後來經過大師姐按推的時候 就又緩解了 一直到第二天 第一天的時候 疼痛感就已經 大概是好了八成 第二天感覺 都沒事了 完全好了 那後來還是反覆了一次 那 我觀察的時候 然後為什麼反覆呢 就是我發現 當我離開 離開溫膚帶的時候 身體涼了 就是熱能不足 影響到體傷了 疼痛又回來了 疼痛又回來了 我發現是這樣子 這一次來的比較急 從來沒有試過 所以還是原始點 還是原始點 解決了 所以經過這一次以後 讓自己的信心更加堅定 而且深信不移 另外一個就是要守法 在守法方面 你要學好 那就很快解鎮了 那就是 在這裡 感謝程師傅 感謝露娜姐 還有感謝大師姐 以及張醫師 以及張醫師的教導 一個就是 在剛開始的時候 溫膚也受不了 就是體傷沒有解開的時候 那時候體傷比較嚴重的時候 溫膚也受不了 按推用力的話 更受不了 所以這個就是 首先要 比較輕柔的 先解開嚴重的 這些體傷 解開了以後 然後就溫膚 才慢慢的可以接受 那 第二天的時候 那就是不用按推嘛 因為之前 前這一天 解開了嘛 解得很好 那所以 第二天的時候 就是溫膚 溫膚到位 就解決問題 對 有時候 就是我們 比如說 我們遇到的一些患者 就是當他有這樣 這種 緊急情況的時候呢 我們都會 哇 很猛啊 對吧 很危急 就看到他這樣 很猛很危急 這樣這樣 用力下去的話呢 這樣 反而就是 解不到了 那需要用輕柔的手法 這樣解 把表層 或者跟中層 那些的這些痛點解開了以後呢 然後才可以接受深層 然後通過程師傅 深層按推的時候呢 我就馬上可以起來了 真的 感覺就是換了一個人一樣 太快了 然後 機嫌如果是 再這樣耗下去 真的就會有危險 本來什麼事都沒有的嘛 那 晚上好好的 那就是 那就是這 開始痛 到大概是 八個小時 八個小時 我的體力已經 已經耗得 耗得差不多了 你看 走路都不會走路了 然後 那一個就是 還有溫膚 我發現反覆的時候呢 反覆的時候就是溫度不夠 離開了 離開了這個溫膚帶的時候呢 身體涼了 他又痛回來 那後來 後來就是怎麼樣 後來就沒有離開 這個睡 睡覺的時候就沒有離開 這個溫膚帶 而且呢 起來的時候呢 我就會用一個 腰封 護腰的那種 貼幾塊 暖暖包 勒緊 這就是24小時溫膚 然後就在溫膚的時候呢 發現一個小小的細節 就是 當時溫膚是整個背部溫膚的 但是呢 我就覺得很熱 受不了 那麼後來 我想想 他到底是哪裡熱 我就發現 是上背部熱 然後就 把上背部的 紅豆袋拿開 下背部 很舒服 這個熱這個溫度 下背部就很舒服喔 嗯 那我就一直是這樣 小背部 還有臀部 可以接受的 就是溫度來溫膚 那就很好了 應該是 這種溫膚的問題 應該存在的是 很多患者身上 會存在這個問題 因為我們都不管嘛 對吧 溫膚最好就是 從頭到腳這樣子 一個熱度這樣敷下來 那發現就是 其實身體 每一個部位 它的受熱程度都不一樣 都有一些不一樣的 所以 如果我們一般的話 就是 特別是睡這個溫不常的時候 你一睡下去就是 整個背部都熱了 對不對 你受熱的還好 受熱的還好 但是你不受熱的話 你太熱了 你根本上溫度不了 所以也睡不覺 對吧 快夜睡都睡不覺 對啊 所以就是 在 啊 在第二天的時候呢 在第二天 復發的時候呢 就是因為沒有人按推嘛 沒有人按推的時候呢 當時我就覺得 哎呀 是需要 怎麼做呢 是需要溫膚嘛 那溫膚 我就把這個 溫膚 電熱溫膚大 就開到56度 一睡下去 就是 哎呀 還是 上背部受不了 怎麼辦呢 我就拿毛巾 拿毛巾 就是把上背部練了 把它隔了 隔開了這個熱 然後就 從 下背部到臀部 這個部分 哇 這就舒服了 熱熱的舒服 這就是溫膚到胃 一會就 不痛了 你看 溫膚到胃 好老師 這個是 我們志工阿華 即興 富痛的一個分享 這裡喔 他 他有講到幾個 我覺得他說的 這個幾個細節 也就是說像他 他半夜 清晨四點多痛 對不對 然後他就一直痛 痛到 想說是半夜嘛 忍到早上八點才 才打電話給我 但是他這個時候 這三四個小時 他就痛到不行 這樣是很嚴重消耗熱能 這是很危險的 我就跟他講 其實人家講說 痛死人 痛死人 他那個時候真的是 完全都沒辦法動彈 家人幾乎要把他送到醫院去 因為再這樣痛下去 是會昏迷的 那 這個是 絕對不要太痛 還有就是 他那麼痛 他家人一直給他溫膚 他自己一直溫膚 沒有用的 這麼痛的 急性的 是不要溫膚的 是要趕快解症的 所以我們也跟他講 不要痛到四個小時 再打電話給我 再來就是 他有提到說 輕柔解症 其實真的是 這麼痛 下力太重 他其實是承受不了的 所以 我們都覺得他很痛 我們都好像很快要幫他解症 但是他都承受不了 所以後來是 陳經理幫他 這樣很慢很慢的 然後輕輕的揉進去 他才能夠接受 很輕柔的 由輕到重這樣 還有第三個 他講到一個細節 我也覺得這個 我自己也有發現 然後他在這裡也分享 我覺得很重要 就是 很多人就說 我睡覺全身溫膚 然後很多人全身溫膚 都其實都 全身都冒汗 出虛汗 都不舒服 那 身體每個部位 受熱程度會不一樣 比如說他只有下腹部痛 所以他下腹部就是重災區 他重災區熱膚 他都很舒服 可是他上背沒問題 他上背就熱得不得了 所以他就很躁 他就不舒服 後來他把上背部 用毯子蓋住 就指膚下背部 他就非常舒服 所以就說 這也是 給我們有學習到 就是 最需要熱的地方 它是真的要很熱 其他部位 倒不一定要那麼熱 要不然會承受不住 就是他的分享 也給我們學習到這個 那 後面的有幾張照片 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他這剛按完 哇 他真的是 他本來是躺在那裡 完全不能動 後來 按完第一輪的時候 坐起來喘口氣 喘口氣以後 稍微有一點緩解 緩解以後 可以真正的坐起來休息一下 等到第三輪按完以後 你看他就可以笑了 終於可以笑了 好 那這就是這個急性腹痛的分享 那請老師補充一下 好 這個 一般急性腹痛是蠻常見 但要像他痛到那麼嚴重的 還是比較少一點 那原始點 對這樣的患者看法 其實很簡單 痛多數他處體傷 這個我常常講課 不斷的重複 那他處體傷 很明顯就是要靠手法按推來解症 所以 像要解腹痛 急性腹痛 第一個一定是手法 那手法按推到位 他就能解症 但就如同 他剛剛分享的過程中 家屬看到那麼痛 然後患者又那麼痛 如果他沒有學過原始點 依我的經驗 一般很多人就送醫院去檢查 那去醫院當然他西醫 可以重過解症 比如說他暫時給他一些止痛劑 甚至肋固醇 都可以暫時來緩解他的痛 但西醫不會這樣放過的 一定會做很多檢查 一檢查 有時候就會檢查出很多問題來 譬如我常常看很多 各種癌症的 他們來跟我講 譬如說胃癌 胰臟癌 子宮癌 他們有時候也是會腹痛 那腹痛起來的時候 他們才去檢查 結果一檢查出來 得到的結果是這樣 各種癌 那西醫有時候 又要說手術化療 這一天患者 都會心裡受影響 也就是更加消耗熱 那經過一些破壞性的檢查 甚至到破壞性的治療之後 整個體質就大不如情 所以很多人很快就會 從重症到重病 也是這樣來的 那很明顯 他痛到這樣嚴重的時候 原始點的診斷還是屬於重症 重症因為痛到不能起來 痛到怎麼樣 因為是來得及 他體力還不錯 所以體力還不錯 所以按推完他人結症 如果是已經是重病很虛 那在處理上就更麻煩 不過這個有經驗的志工處理 跟沒經驗的 真的療效是真的不一樣 譬如他家人 雖然也學過原始點 但因守法 可能還是蠻生疏的 所以不能 他也不能因此而解症 那靠熱源 譬如他說吃薑丸 還有一些熱源 那這個症沒有解決 熱有時候是進不去的 所以像痛到那麼嚴重 你一下子要用熱源來解症 比較難 所以這時候他的選擇是對的 趕快求救兵 那這樣陳經理去幫他按的時候 又知道要由輕而重 然後慢慢層層進入 這樣患者才能接受 你一下子他肌肉會跟你對抗 你很難揉到深層 你越想揉到深層幫他解症 有時候反而弄傷了他 以我的經驗 所以我的書本上一直講 重症你一定要看 有些人一摸就很痛 那這時候手法一定要清 甚至要配合塗薑粉 都要同時 像這麼嚴重 有時候局部也可能要 一邊塗薑粉 你塗完 然後一邊慢慢由輕而重 慢慢推進去 這樣熱源就也可以隨著按推 層層滲透進去 這樣的效果會特別好 那因為他是急性 所以體力應該還不錯 沒有拖很久 那所以陳經理馬上揉完 他就笑得出來 然後另外他還有提到溫膚的事情 我的看法是 因為他是屬於重症 而非重病 如果是重病 什麼叫重病 就是體力已經很虛的話 那這個體力很虛就是全身性 那當然要全身溫膚啊 所以重病是全身溫膚 那重症是不一樣 重症要看 如果他體力還不錯的話 那就是加強局部溫膚 所以他有說如果碎毯子調高的話 他背部會覺得很熱 因為他不是重病 不需要全身溫膚 他是應該要加強局部的 那他把背部用毯子墊一下 不要那麼熱 他就覺得這些下背部 這樣的溫膚 他就覺得很疏 他可見這個志工對原始點 他是很有概念 所以重症加強局部 而且重症是以按推為主 熱源為福 那如果是重病 體力已經很虛的時候 那就不難喔 這時候體力很虛 然後又急性互動的時候 那這處理上就會更困難 那這樣應該以熱源為主 按推為主 也就是他可以塗漿粉 甚至整個背部塗漿粉 因為很虛了嘛 你整個塗讓熱源進去 然後再檢查脊椎兩側 看痛點在哪裡 然後再由輕而重 把這個症解決 所以重病跟重症 志工一定要先分辨 如果是重病 不要一下子就按推 我怕很多人就急于求成 那也分不清 什麼是重病或重症 那一下子用太多抗而消耗熱 那如果是重病 很可能就會有危險性 這也提醒大家 遇到這種急性重症 還是要從我們原始點的書本上 先判斷 他是屬重症還是重病 那重症的話 毫無疑問 又痛又多屬他處體傷 那當然就直接手法解症 所以這個處理得當跟處理方案 如果按推不到位 或是熱源 他也知道他離開熱源 他就很快會痛回來 所以他也懂得要急步加強 那這些都是概念 臨床上都會出現 所以重病跟重症怎麼溫膚 其實是不大一樣 那這個是重症很好的一個範例 所以從他的分享中 大家也學到 原來重症跟重病的溫膚也不一樣 比如重症 比如重症要先溫膚後按推 那重症呢 要先按推 然後加強局部溫膚 這些都在他身上印證 那他也因為對原始點有信心 所以沒有去西醫 如果去西醫 我發現很可能就節外生肢 甚至現在西醫 又不知道檢查出什麼問題來了 很多到最後都會讓人家很傻眼的 所以我覺得對原始點還 像這志工有長時間的熏羞 一遇到疾病 他是不會害怕 那也知道 有時候自己摟不到 就像他說的 他用前頭髮怎麼按 自己不可能按自己 這時候一定要求救兵 好 那我就把這個案例也做一個分享 好 就這樣 好 謝謝老師補充 那我們今天的實作教學就到這裡 那張醫師因為我們上一個禮拜 您有講到那個乳癌步驟的處理 是 接著就有幾位 他們是沒有爆開 可是他們也有一些疑問 我整理了四個提問 那請張醫師來解答好嗎 好 可以 好 那我們請莉莉來幫忙念一下 謝謝 張醫師答疑 提問一 夜下腫瘤 夜下有兩個兩公分的腫瘤 連在一起像一個葫蘆 去年底 開始白天用暖天溫膚 味塗薑泥 晚上取假 經過幾個月 他合成了一個 並且瘤 並且長大 後由於胸部腫瘤反覆 夜下沒有再做任何處理 現在他已有五公分 而且向外突出 肩部亮晶晶的 感覺像要障破 最近幾天 最近幾天 開始用姜泥 加暖天溫膚 但怕影響睡眠 晚上未用 溫膚時 有時有這樣的感覺 請問 請問 用姜泥按推 和用烤燈 兩者相比 是否姜泥更重要 身體更容易吸收 天氣減熱 是否可以只塗姜泥 而不用暖天 會影響效果嗎 請老師答疑 這個圖片很明顯 可以看出在腋下往前 應該還是屬胸部 這個明顯已經有紅腫 而且頭有一點亮亮 那面對這樣的患者 應該怎麼處理呢 我認為一定要用姜粉淋 不要用軟貼 這時候軟貼是不行的 它熱源一定要滲透進去 而且要處理這個 第一個要找出 這個腫出來的周圍 不是去按它突出來的那一點 最尖尖的那個點 不是要按對 而是要從突出來的周圍 周圍去幫它一點一點的接觸 看有沒有痛點 那再來 如果像如果有些 它還沒有爆 那我們第一個一定會沿著 如果它是漂浮不定的 漂浮不定 那我們沿著肋骨旁 也就是它在底下 那個硬結腫塊 飄來飄去 然後下面的那個肋骨尖 我們用三指 以前有交過 沿著肋骨 然後稍微貼近 然後找有沒有壓痛點 那像這種已經有形成 好像有硬結腫塊 那有些就在根部 也就是我說的周圍 這個突出來的周圍 附近就可以找到痛點 那有一些是 我說的 它沒有像這樣突 它皮表看起來跟正常皮膚也一樣 它只是鬆軟的 你一摸就有硬結腫塊 那這個你硬結腫塊你是不能推的 不是要推那個硬結腫塊 而還是要找肋骨間的痛點 那像這種又不大一樣 像這種已經有突出來快破掉 那它的硬結腫塊周圍為優先 找出壓痛點 然後幫它按推 然後按推的過程中 一定要塗薑粉泥 那這樣塗 然後包括按推 有時候它那個亮亮的 有時候它就會破裂 然後流出組織液跟血液出來 然後慢慢 腫瘤就會慢慢消 那所以如果是正常皮膚 還不會破的 我剛剛講有兩種狀況 這個一次已經有硬結腫塊 所以塗薑粉泥在周圍 然後找壓痛點幫它按 然後如果可以的話 腰下如果有 就是腫瘤的下面 炎肋骨間 都要去找看看有沒有壓痛點 如果有也順便按 如果它是漂浮不定 一定要這樣找 如果已經硬結腫塊在那裡 也不大動 硬硬的 那在周圍就找壓痛點 這個應該是 因為我 從外表來看 應該是屬於 已經皮膚也顏色變了 應該也有硬結腫塊 那這個應該是在周圍找 我 我說有兩種案例 那這個應該是屬於周圍找 然後 要找這個壓痛點的處理 我們還是照我們的書本上講 第一個 如果它還沒有破 一般 沒有其他的症狀 我會把它歸到重症 重症 重症當然以按推為主 那按推應該從哪裡開始找呢 應該從上背部 整個上背部大開關找 然後它因為它偏到側胸 那我們的肩部原始點 同側的肩部原始點也要找 那記得如果再仔細一點 有時候我看比較嚴重的患者 有時候你看到它已經有硬結腫塊 在周圍按推 因為大開關已經按完了 那再來按周圍的 那個就是現在的患處 周圍硬結腫塊再幫它按 一般 就像我說的過程中 有時候會流出一些組織液 破掉會流出血液組織液 那它就會慢慢消 那破掉之後 如果真的有破 常常流組織液 像上一次我們分享的 這個乳癌 它已經破了很大洞 如果破了很大洞 然後每天流的組織液相當多 或血液的話 那這個一看 你不用懷疑 也不用問什麼 只要破掉很大的 一定是重病 就不是所謂的重症 那像這種我會把它歸到輕重症 那處理完 都處理 也就是周圍 塗薑粉泥 然後周圍找壓痛點 那平常也是塗薑粉泥溫敷這樣就可以了 不需要 一定要特別加強軟貼 因為我說過了 這時候 這時候重症是以按推為主 熱雲回復 那如果還沒有破 塗薑粉泥 一定可以塗個 兩次到三次 那在塗的過程中 周圍的壓痛點一定要找出來 那大開關也一定要按 大開關按完 才處理這個患術 好 那破掉的 又是另外 我上次有講 那一定是先塗薑粉泥 譬如整個背部 那如果他身體已經很虚 甚至從整個胸部到腹部 整個都要塗薑粉泥 讓他皮膚盡量吸收熱源 然後在局部的患術如果留阻之一 因為重病以熱源為主 塗完 然後一定要如果很深的話 還要用電熱吹風機或用噪 那像這種局部的不用吹風機 如果要再加強除了塗薑粉泥 他平常可以局部再用燈照 電熱器照 這是可以的 但軟貼好像不大適合 我是覺得用薑粉泥配合燈照 這樣就可以了 好 那這個如果一邊有 已經有硬結腫塊 我建議另外一次 患者還是要找一下看看有沒有 我的經驗有時候會遇到 像患者有硬結腫塊 另外一邊再幫他找 竟然也找到硬結腫塊 那如果 越早找出來 你越早處理 就會越好 簡單的講 我看了那麼多乳癌 我就把它暫時分幾類 比如說 有些剛開始是變形 皮膚表皮都差不多 顏色也差不多 看起來沒有要爆 那有些是乳房整個凹進去的 也有凹進去的 那也有摸起來 從外表看不出來 一摸就有一些硬結腫塊 顏色也沒有變 這時候未必會爆掉 那像這種初期的顏色沒有變 比較容易處理 也就是你在找 就不用找那些硬結腫塊 因為它會漂浮不定 我們不是要推硬結腫塊的地方 像第一類 這種是最容易處理 那是怎麼處理呢 大開關按完之後 以按推為主 然後大開關按完之後 然後再來就直接 在這個硬結腫塊的下面 熱骨間找壓痛點 那找完推一推 然後順便這些周 你摸得到的硬結腫塊 可以塗薑粉泥 然後稍微用力的推一推 讓肋炎進去 這樣即便下來 它慢慢就會鬆軟 這是第一類 那如果第二類 就像這樣 已經到了 這個突出來也亮亮 這已經到比較嚴重一點了 這時候 你 它如果硬結腫塊很明顯 原則上是以周圍 周圍的 找患素痛點 但同樣的 跟第一類一樣 你一定要先大開關按完 那 按完之後 然後再來找患素痛點 塗薑粉泥局部 那因為局部它已經有紅腫 我怕裡面說不定都有軟 那所以它加強熱源之後 塗薑粉泥找患素痛點 壓完之後 那它要再補充熱源的話 就可以用燈灶 那塗完薑粉泥 你再用燈灶的話 那熱源可以局部加強滲透進去 好 那這是第二類 那第三類如果是破掉 已經破掉 而且破的大洞又很深的話 然後不斷流阻子 像面對這樣的患者 就是我們上一次分享 你一定要 剛剛我講的就是 背部先塗薑粉泥 甚至整個前胸到腹部 都要塗薑粉泥 因為它人很虛 那你要補充熱源 然後它因為動很多 組織衣又不斷的流 這時候如果用燈灶 都不夠 這時候我們常常講 要用Dyson的電熱吹風機 特別指定Dyson 為什麼 它那個吹風機 那個吹風可以局部 整個滲透進來 可以吹很深 那一般的電熱吹風機 它吹的風是分散的 所以我發現 一般的電熱吹風機 效果就不好 那很深的你一定要 電熱吹風機 直接在局部加強 那就是我們上一次分享 那這個應該是屬於 如果暫時把它分成這三類的話 第一個 皮膚沒有 顏色沒有變 然後硬結腫塊會漂浮不定 炎熱吹風是炎熱 那像這種如果有硬結腫塊 那固定的 那一般周圍就可以找到痛點 那第三個如果已經破掉 那就要特別加強熱吹 破掉我說已經是屬於重病 那在這之前 也就是它還沒有破掉 沒有留很多組織液 體力還不錯的話 那這個第一類跟第二類 是在我的判斷還是屬於重症 那到破掉 又很大 有組織液 有血液 人稍微虛了 這個時候已經都不能輕忽了 這個時候就是重病 我就把這 我目前就是看過太多的乳癌患者 大致就把它 我內心啊 書本上是沒有血 我就這樣把它燒作 內心燒作這樣的歸類 那這樣大家在處理上 就可以 沿著我剛剛講的思路 臨床上照這樣做 一般都可以做出來 尤其第一類 它顏色沒有變 然後有些人去檢查 已經說這個應該是乳癌 事實上那個很容易處理 上一次我分享的那個很嚴重 事實上它另外一邊 其實也有問題 它另外一邊來的時候也是摸出來 有一個像雞蛋 比雞蛋小一點的硬結腫患 那摸得到也漂浮不定 就是摸起來它會 你按推它就會動來動去 那我們就一邊就是 沿著肋骨這樣進去幫它按推 找痛點確實都有痛點 然後再來就是再塗薑粉泥 整個漂浮不定的那個硬結腫患 一邊塗薑粉泥 然後一邊稍微按摩 也不能說按推 沒有到就是按摩塗薑粉泥 稍微用力 那這樣塗幾次之後 每次塗它有時候就會從乳頭 分泌組織液出來 那經過幾次 那個整個硬結腫患就變小 這是屬於第一類 那第一類如果處理得好 它不一定會爆掉 那到了第二類如果像這個 我是把它歸為第二類 它已經如果快亮亮的又紅腫 然後又可以摸得到很硬的腫患 周圍又可以找到痛點的話 那這個是屬於第二類 那這個還是重症的一個 那但是已經比較嚴重 局部要加強熱源 所以塗完薑粉泥 可能還要我說的 還要局部加強髒 那到第三類就是我剛剛講的 屬於重病 好 那我就大概分享 所以處理剛剛這樣講過 這些要不要用軟貼什麼 我都大概有提示了 如果照我這樣做 一般就可以做出來 好 我就回答到這裡 提問二 請問乳癌是否有演變規律呢 長到多大被爆破 請老師答應 好 這個乳癌 因為乳癌 第一個癌症我研究的就是乳癌 因為我太太早期就是因為乳癌 那所以原始點的整個發展 就從這個因緣開始 所以對於乳癌 我真的是就是遇到各種癌 我最想克服的就是把這個乳癌先解決 那乳癌我長期這樣的觀察下來 他確實如果早期有一些他 我說過了他就是你有時候看不出來 那有時候摸又可以摸到一些硬結腫塊 那但是那些硬結腫塊 你推來推去他會飄浮不定 這是我說的第一期剛剛講的 那這個是最好處理的 最好處理也就是如果懂原始點就是我剛剛講的 大開關你按一按就可以了 大開關然後局部再塗薑粉泥 然後這個飄浮不定的下面熱骨 沿熱骨看看有沒有壓痛 有隨時幫他按推輕輕的按 這個早期影片都有 然後再來他我剛剛講的 局部飄浮不定的你就塗薑粉泥 再加強一下 一般如果這樣加強一般局部這樣 幫他乳房這個局部的塗薑粉泥 然後加上按摩我稱為按摩好了 一邊塗一邊按摩 那這樣他慢慢那個硬的地方 就會慢慢變軟甚至縮小 有一些到最後縮小到某一個點 他就不會再縮小 但不會再縮小他也不會變壞 這時候長期觀察一段時間 比如說三個月到半年都沒有變壞 那大概好的就是這樣 有一些是會消失 他有一些就是小到某一個點 他就固定在那裡就不大會變 這是屬於我剛剛講的 從觀察演變到治療 這樣處理到最後他不會爆掉 而且一般好的效果都蠻不錯的 這是屬於第一類 那到第二類也就是他你什麼都沒有處理 然後繼續局部又體傷加重跟熱能不足的話 那慢慢的就開始 甚至有腐難紅腫這些出現 那這時候你周圍推 然後就會看到有亮亮的 好像皮薄薄的 那這時候很可能就準備要破掉 那你推一推如果萬一破掉 那這個時候我們說的就是 就是要懂得繼續加強局部 甚至這時候不只要塗薑粉 你甚至要用照 然後如果萬一破掉很深 很大洞 那這個時候就是以熱炎為主 我剛剛講的熱炎為主 按推為輔 那上個視頻也講 所以他的演變規律 我認為有 初期一般就是有一些硬結腫塊 表層好像還看不出來 但你一摸事實上是有那個形狀 那這時候在西醫可能是說 良性瘤或惡性瘤都有可能 還要進一步切片 千萬不要切片 這時候我認為都很好處理 也不要去管良性或惡性 只要照我剛剛講 那這樣適當的處理 一般會不但有些會縮小 甚至會消失 那即便沒有消失 但是他一般都會慢慢縮小 然後就固定 然後一段時間都不會變 也許半年一年 那你每一次按 他也鬆鬆 也沒有什麼症狀 那應該這個時候 就應該算是 已經不大會變變化 那尤其你又平常有這樣的保養 那這是屬於第一類 那第一類就要處理了 如果到第二類就比較麻煩 他好像要再進一步處理 然後還有破掉 我認為破掉就還比較麻煩一點 但我們以前也有講過 這時候他體力還不錯的時候 按推跟熱源要並行 到了真正破掉 然後動又很大 這時候就是重病 一定要以熱源為主 然後按推為輔 那大概他的癌病規律 就我把它分成這三大類 不一定都 第一類不一定會爆掉 第二類就準備爆掉 第三類爆掉是怎麼處理 大概是這樣 好我就把這個問題回答到這裡 提問三 由於傷口會流血 為了保護傷口 就避免用力而不敢做拒累運動 生怕會拉扯到傷口流血 乳房傷口周圍變得很僵硬 現在抹上薑粉泥並按摩傷口周圍 感覺到熱能滲透進去 蠻舒服的 根部僵硬的地方 又變得柔軟 運動起來也就不那麼容易拉傷 但是一天要清洗幾次呢 總覺得不收口 請老師答疑 我們就他的問題來解說 圖片大家也看得到 那個都已經很紅了 顏色也變 跟正常皮膚不一樣 那個就是我說的 已經進入到第二類 只是他破掉的洞到底是大跟小 那到了第二類 當然他剛開始講的 我們看第一 他前面問的上一頁 他說他不大敢運動 為什麼 因為激烈運動他會怕拉扯 傷口會流血 然後乳房 傷口周圍變得很僵硬 這不是因為運動 才造成僵硬 絕對不是 會僵硬的一定是熱能嚴重不足 記得很多會有硬結腫塊 他就是熱能嚴重不足 所以到最後為什麼會有阻滋液流出來 阻滋液流的越多 那代表什麼 寒還是一個 就好像中風有時候會流口水 口水多也是寒 阻滋液流的多 一樣也是寒的意思 或流血很多 那個都是寒 在我們的看法 那運動會讓人家寒嗎 不會 所以這時候能不能繼續運動 因為他會拉扯傷口流血 我認為可以 因為本來我們按推 患出周圍的壓痛點 他有時候也會流出 阻滋液跟血液來 那難道你這樣就不按推嗎 不對的 所以當你運動 他本來就有加強局部的循環 然後也有修復體傷 那即便他會流出血 就好像我們按推壓痛點 會流血一樣 那是對身體有幫助的 不要因為看到這個正常的現象 我們書本上有講 他腫瘤硬結腫塊要變軟要變硝 他常常會經過流血或流阻滋液的過程 所以這個是正常現象 而非惡化 所以這時候我建議 一定要繼續運動 比如該像乳癌的患者 我大部分都會做福 叫他們做福 福臥撐 也就是福力挺身 那這個對傷口的修復會有幫助 那周圍變硬就是我講的 熱能嚴重不足 不是因為你運動而變硬 這個扯不上關係 好 那周圍變硬就是我說的 可能要加強熱源 到第二期就是按推跟熱源都要並重 那這時候熱源就是要塗薑粉泥 甚至還要用燈照 這時候如果僵硬 這樣能夠長時間照 比如睡覺的時候 你就用一個眼紅外線 或是什麼燈照 照著傷口 事實上是有幫助的 好 那上面當然要塗薑粉泥 這樣的熱比較容易滲透進去 就如同患者講的 他還會感覺有熱滲透進去 蠻舒服的 這樣處理是對的 好 我們看下面 下一頁他的問題 那這樣滲透硬的就會變軟 對 應該是對 然後運動起來也不會容易拉傷 是的 比較鬆軟當然就比較不會 所以我說熱源配合 然後你處理得當 然後運動還是要的 不要因為運動而流血 而就因夜廢食 這個得不償失 但一天要清洗幾次呢 好 我跟各位講 我們所謂的清創 如果他傷口是在深層的 要不要清創 不要 清創 就是體內的都不要清創 比如肺癌啊 子宮癌啊 那這些都在卵巢癌 甚至都在深層都不用清創 但是如果破掉 往外破的 像乳癌 這個最明顯 往外破 你清創的意思是 它流出組織液或血液的時候 你才用薑湯清洗一下 所以這很快啊 那到底一天要幾次呢 它有流出來你才清創 如果沒有流 就不用清創了 就這麼簡單 如果破了一個爛洞 裡面要不要清創 通通不要 就是用電熱吹風機吹乾就好 因為它阻止液不斷一直在流 你清創也沒有意義啊 所以對於清創清洗幾次 這個問題我就回答到這裡 總覺得不能收口 不能收口一定是體傷 你沒有把它加強 還有熱能不夠 就這麼一回事 那這些我們之前都講了很多了 就是這個還算是輕微的 那處理上就是我說的 大開關一定要按 尤其它已經接近意向 那肩部原始點也一定要加強 大開關都加強之後 再來加強局部的患處 一般處理上應該是蠻容易的 但因為自己推有時候不方便 如果有家人 那就請家人照我們的影片 這樣來推就可以 好 這個我就回答到這裡 提問4 1 我們的乳房沒有爆開 但是乳孕處也很硬 腫瘤在乳頭下方 乳頭凹陷 請問怎麼處理 2 我們現在按推了乳孕 乳孕下面硬的地方 還有腫瘤根部周圍 3 以前乳孕和乳孕下面 沒有橘皮坑 現在出現橘皮坑了 品味這種現象好嗎 3 我們照著6月26日的視頻 也按推乳孕 乳孕硬的地方和根部周圍 按推時還有痛點 請老師答疑 好 大家看影片 它在摸這些塗漿粉離是嗎 還是在按 這個我不知道它的用力 好 那我們來先看第一個圖片 左邊的那個乳頭有凹進去 我剛剛講的那個皮膚都還沒變 應該是屬於第一種形態 那第一種形態應該是最容易的 最容易那要怎麼解決呢 就是沿著胸部 沿著肋骨 當然我剛剛講的正常程序 你不管看到什麼 一定先要懂得先按大開關 因為光從這個圖片 我們第一個要先判斷 這個是重症還是重病 在我看法 如果它體力還不錯 都是屬重症 如此而已 那第一個形態是最好處理 因為皮膚沒什麼變化 不像剛剛突變 那這時候就是沿著 大開關按完之後 然後開始檢查患處 患處就是沿著胸部 下面沿著肋骨 去幫它看看有沒有壓痛點 有 然後就幫它按推 那這樣體傷就會慢慢改善 那再來第二步就是周圍 如果第二個圖片是把那個硬結腫塊 這樣摸起來好像有硬結腫塊 那麼大的話 好 那整個胸部就塗薑粉泥 就在這個周圍硬結腫塊 然後一邊塗一邊按摩胸部 那這樣按摩又配合塗薑粉泥 來回三次之後慢慢推 它那個硬結腫塊就會變鬆軟 一段時間之後就會慢慢縮小 甚至消失 就是如懂我剛剛講 好 那所以整個處理方法 這個圖片因為沒有塗薑粉泥 也沒有什麼示範 所以就大致我講的 就是以前都有圖給各位看 你們可以參考以前的影片 應該可以找到答案 好 那我再看看 我有沒有全部回答到它的問題 我們看上頁 好 他說 第一個乳房爆開凹陷 要怎麼處理 好 處理的問題我已經都講了 那第二個 按推了乳硬 好 這個有一個要解釋的 那個硬結腫塊 它凹進去的那個硬結腫塊 我們不是要推那個硬的地方 而是在那個硬的地方的根部周圍 找壓痛點 那第一個 如果它很硬 不動的 那應該就可以在根部找 但我看它那個是飄動的 會飄來飄去的 所以它就可以整個 我那個摸出來的硬結腫塊 除了我剛剛講的 沿著肋骨先看看有沒有壓痛點處理 然後再來整個胸部的 這個摸得到的硬結腫塊 都可以塗薑粉泥 然後配合按摩 這樣就可以解決了 好 這是第二個問題 我的回答 好 我們看下面 下一頁 下一頁 那他說 下面 什麼橘皮坑 這個都是表層的變化 這種變化好還是壞 這個很明顯 皮膚如果光滑 像我們這樣正常皮膚的顏色 還有這樣有彈性的 是最好啊 橘皮的皮膚變橘皮的 那形態上當然就稍微差 就好像我們臉皮啊 紅潤 年輕的時候紅潤當然是最好 年紀大了就會皺紋 我是用這樣比喻啦 那你說到底是皺紋好還是紅潤好 那很顯然嘛 所以當然橘皮的變化 這些都在我看法就是老化現象 老化你覺得好嗎 這個答案再清楚不過 好 我們再看下一個他的問題 6月26號視頻按推乳印印 好 印的地方是要塗薑粉泥 然後一邊塗一邊幫他按鬆 這是有根部 剛剛我講他這個case應該是這樣 他有硬結腫塊 但他會漂浮不定 所以他可能沒有辦法找到根 真正的根是沿著肋骨 去按推肋骨間的壓痛 這個患者就是這個圖片 不能用 不是上一個視頻有那個硬結腫塊 紅紅的那個是不一樣 所以他一定沿著肋骨 然後再來這些表層的乳房乳印 這些摸得到的 這個都可以塗薑粉泥 是這樣 按推一定是按推壓痛點 那乳印乳房塗薑粉泥 這是按摩把它按鬆軟了 然後讓熱源進去了 這樣就可以了 按推時也有 還有痛點 如果有點痛 按推有點痛 那你稍微去加強一下 塗薑粉泥的時候就加強一下 好 我就第三個我就回答到這樣 我們看下面 好這個就是它的圖片 因為它顏色沒有變 是屬於第一個形態 也就是這樣的患者是最好處理 即便已經確定是乳癌 這個處理得當應該不會讓它繼續惡化 你如果不處理有時候 硬結腫 腫壞就慢慢變 它越來越硬 然後到最後就紅腫 甚至就有亮 亮平 然後甚至就破裂了 所以這時候就要了解 這時候處理時機是最好的 好 這個問題我就回答到這裡 致工答疑 分享 提問1 你好 我是中國大陸的一名患者 渐年41歲 兩年前診断出卵巢早衰 停經一年 並開始出現更年期綜合症 潮熱 倒汗 失眠 體重一下子少了5公斤 細治療方案採用激素 我知道激素有副作用 就選擇中醫治療 吃了很多中藥 高藥滋補 不但沒什麼效果 反而品味越來越差 更年期症狀也沒改善 後面接触到素食養生 用大豆制品替代激素療法 功能期症狀有很大改善 脾胃也調好了 體重也脹了2公斤左右 但是月經還是沒回來 身體感覺寒涼 鼻腔晚上乾燥 早上起來就打噴嚏 流青液 這個鼻腔晚上乾燥 早上起來就打噴嚏 流青液的症狀 是從絕晶前就開始的 素食一年以來也沒有改善 醫生診斷為過敏性鼻炎 我自己猜測是氣血不足 熱能不足 偶然一次在非要而喻 邀請的患者直播裡 了解到原始點醫學 幫他恢復了氣血 所以我開始關注 目前初步學習了解了一下 現在每天早上有喝姜澡湯 溫補 不敢喝多了 怕上火 早上有跑步 瑜伽進行鍛鍊 但心裏還是沒有明確的方向 也不確定是否能治療這個 早更的病症 月經是否可以正常回來 現在每天不吃大豆製品 就會有更年期綜合症的症狀 潮熱 倒汗 失眠 所以 寫信請求幫助 我該如何運用原始點醫學 來治療我這個病 謝謝 旺回復 新加坡團隊回答 您提的病症 有卵巢早衰 停筋 潮熱 倒汗 失眠 暴瘦 鼻腔乾燥 打噴嚏 流氢 症狀 症狀 與異常 是疾病已衰老之具體表證 經營體傷及熱能不足所致 治療原則 是改善體傷及熱能不足 從音解除症狀 以上都是疾病之症 體傷或属他處或属患處 您有運動 您有運動 體力應該還好 情況屬輕重症 輕重症表示熱能不足還未嚴重 應以按推症狀 向對應之原始痛點為主 熱源溫腹 原始點為腹 您可先按推頭部及一條脊椎原始點 照壓痛點 按推壓痛點可以緩解您的不適感 其方法即是診斷也是治療 若按推無法立即改善 應以按推患處痛點為主 熱源溫腹患處為腹 如此才能達到解除他處或患處體傷 所知症狀的目的 熱源的補充如可直達患處體傷 能使疾病得以快速療癒 您可運用姜冠腸 加強溫暖腹部器官 也可用姜粉噴鼻溫暖鼻腔 日常生活中 也要配合溫熱性飲食 適當運動 充分休息 良好心態 如此 就可改善體傷及熱能不足 提升人體的免疫力 自癒力 從而達到有病可保命 及療癒疾病 您可以觀看張醫師線上課程學習 請參考婦產類別案例的調理方法 請老師補充說明 其實重點都已經 新加坡團隊都有回答了 所以也沒有什麼好補充 這個都很常見的症狀 如果照剛剛團隊回答的這樣去做 應該都可以解決他的症狀 好 我就沒有什麼好補充的 就這樣 提問二 張醫師您好 我們全家都遵行原始點的方法養生 尤其在三年前 母親腦出血時 我們決定放棄拍刀 返家是以原始點按推 溫敷加姜茶 一個月後 母親完全康復後 我們更是鑑定推廣此療法 她之後 每天行走萬步 至今年六月 即將滿三年 持續每天萬步紀錄 可惜昨晚再次復發 對比之前的核磁工程結果 腫瘤更大科 出血量更多 昏迷指數約9 之前意識正常 我們非常掙扎 仍決定帶回家治療 能否請教醫師 能夠給予什麼樣的建議 尤其昏迷可能無法近視等 我們如何操作 謝謝 新加坡團隊回复 您提到 三年前開始以原始點按推 溫敷及喝姜茶來處理 每天走萬步 體力也很好 期間原始點位置 都沒有痛點了嗎 頭部周圍 都沒有壓痛點了嗎 只要壓痛點都沒有了 提倡修復了 症狀才不會出現 但最近在此發作 您所說的發作 是指出現什麼症狀 而現在它是昏迷中嗎 西醫 以一期檢查出來的異常肿瘤 及腦出血的組織受損 都是果 而非因 所有疾病的症狀 及衰老的異常 經因體傷和熱能不足所致 有症狀必有體傷 您母親會昏迷 一定是頭部體傷所致 身體 為了自我修復體傷 必會消耗更多熱能 所以體傷嚴重 會使熱能嚴重不足 體力虛弱 治療方法 必須按推頭部原始點 與病家常溫服頭部的時間 也可在頭部周圍找壓痛點 若能把頭髮剃掉 塗抹姜粉泥會更加有效 現在無法進食 只能靠外熱源的補充 一旦能進食 務必熬煮生姜湯 補充它的內熱源 請參考原始點 腦腫瘤案例的調理方法 請老師補充說明 有時候向這些患者提問 因為第一個 都是用文字敘述 我怕你提出來的 跟我想像的會有出路 有時候蠻難回答 譬如說 他現在的影片 如果沒有傳來 我說如果要問問題 最好 把他的影片稍微拍一下 那不能進食是完全不能進食 那如果完全不能進食 那就有問題了 我就會開始想很多 那他都不進食 你還會安心來問我這個問題嗎 那這一段時間 到底有多少時間都不能進食 那不能進食一個人 不進食的時間 如果久了 生命都會嚴重的威脅到 所以這個問的我感覺就有一點怪怪的 我就是直接就是不知道怎麼回答你這個問題 到底他現在不能進食 你們用什麼方法 一定有替代方法 比如你們是不是有沒有找西醫插管餵食呢 這個我也不知道 但如果都不能進食的時候 怎麼處理 所以還是他真的可以喝一點東西 所謂的不能進食就是不能吃一些 一些比如說 米啊飯啊麵啊這一類的 然後他還可以喝一些議題的 是這樣嗎 我不知道 感覺上就是很難回答 所以我建議 如果問的問題最好還是具體一點 然後最好把它拍一個影片 然後寫詳細一點 這樣或許對我們釐清之後再來回答你會更好 好我就補充到這裡 提問3 請問乳房概化要如何處理 謝謝 新加坡團隊回覆 乳房概化是西醫名稱 可知乳房有硬塊或遺跡檢查出有異常肿瘤 或壯的組織受損 如有不適感 可先在相對應的原始點位置 找原始痛點按推 找出他處體傷 溫膚之 解決他處體傷所致之症 在硬塊或腫瘤患出周圍按推找痛點 溫膚之 可用姜粉泥溫膚 幫助身體進行修復患出體傷 所有疾病及衰老皆由體傷 以熱能不足所致 從陰處理 幫助身體進行修復達到自癒目的 可參考視頻 做幻處硬結總塊痛點按推 2020張醫師線上課程系列 張醫師乳癌案例 教學操作片 請老師補充說明 我覺得這個回答 應該直接回答會更好 比如說我們看新加坡的回答 他說這些檢查確實都是西醫的名稱 我剛剛 如有不適感可掀蛋的泡 這一句就是多餘的 我認為不需要提 為什麼 因為 鈣化也好 纖維化也好 反正你摸得到的這些硬結總塊 在原始點 不管它是良性或惡性 其實處理方法都是一樣 那會不會有痛呢 這些異常形態會不會產生痛 不會 所以就不需要再提這個 也就是 果不生果 那痛又是屬於另外的症 我們就不談了 那它現在只要求我們回答 乳房鈣化的問題 那鈣化的處理 就如同我剛剛講的 就把它當作是 乳房的第一類 就是硬結總塊 這樣去處理 就可以處理好 也就是你還是要大開關按一按 然後再來 在患處沿著肋骨去找壓痛點 然後有鈣化的地方 摸得到的地方 再用薑粉泥 然後周圍都按摩一下 讓它鬆軟 讓肋源進去 那每天這樣保養 那一段時間 這些鈣化也好 纖維化也好 硬結總塊也好 都可以慢慢改善 這個很多人對於這個乳房 我說的可能因為西醫的名稱太多 那我太太以前的經驗就是 她以前常常喜歡去西醫檢查 因為她摸起來都感覺 都有一些硬結總塊 那第一年她去檢查的時候 西醫說這個是纖維化也就是鈣化 她說也沒有什麼大問題 然後還切片 當時候她就西醫就切片 確定這個是良性的 沒有什麼問題 然後隔一年她又摸到 硬結總塊她又去給西醫 再切片 再去西醫就說這是惡性 然後我太太就接受西醫的處理 就是手術 手術後兩次 很快就手術 然後到半年再去檢查 西醫說這個原味復發 又遠處轉移到骨頭 然後就馬上宣判太太死刑 從鈣化到隔一年 再檢查出那個確定是 這個不是鈣化纖維化 而是腫瘤的時候 然後就積極照西醫治療 結果半年就西醫 就說已經到四級了 應該必死無疑 當時候他們就直接這樣回答我 所以我感覺 不要太在乎西醫的名稱 反正你鈣化也好 纖維化也好 良性的腫瘤也好 或是惡性的腫瘤也好 反正第一類你就照我的方法 趕緊處理 不要再去問那些名稱 那個是在我看法意義不大的 那其實在第一類的 一般發現的第一類 其實都非常好處理 但我最近也因為台灣剛好 有一個以前的歌星 他很有名 然後最近在7月3號往生 也就是前不久才往生 那他也是 他就是去年年初 他是感覺好像身體很疲憊 他恢復不來 就去全身檢查 這個歌星叫朱立靖 台灣最近 台灣最近大家都很多人都 就是聽到他的歌聲 很好聽的 也很有名 就像大陸 就像大陸以前有一個歌星 姚貝娜 也是女生 都蠻年輕的 他們就得了乳癌 那朱立靖就是在去年 我看報紙就是去年就是檢查 才發現他 他是得了乳癌 那 當時候 我想應該 只是在我們看法是第一個形態而已 應該 從原始點的角度 應該還蠻容易處理 但經過西醫的處理 就像我自己走過 我太太也是啊 那時候體力還不錯啊 就是只有一些硬結腫壞 那沒有想到一被宣布 就慌了 然後就照西醫的行事 結果在半年中 就從第二期到第四期 然後就宣布死刑 很快 那這個朱立靖其實也是 他在去年 得到也是 我剛開始嘛 有一些硬結腫塊 檢查出癌腫瘤 我在想 這個是屬於最好處理 從原始點的角度 應該是最好處理 但我們一般 也不懂 不能破壞 因為腫瘤是不能切 不能破壞的 一破壞 他有時候局部要修復 體傷很難的 因為他本身 會有這些纖維化 鈣化甚至 惡性腫瘤 他一定都是有 嚴重的體傷 跟熱能不足 那你又從局部 再把它破壞 那情況當然就會惡化 這從原始點 是很容易理解的 但我也不知道 現在很多人 都是 一身體有什麼 就一定要去檢查 一檢查常常是破壞性的 所以蠻感慨的 那這個乳癌 最近我看好像很多女生都 都會有 現在在排行 癌症裡面也是前面的 所以也奉勸各位 如果有一些 概化或是什麼 纖維化 也先不要高興太早 反正你 就是把它當一回事 然後這樣處理 我也也是因為過來人 因為剛開始也是這樣 那明年呢 那你如果不處理 很可能你身體再惡化 就有可能啊 好我就這一個 我就回答這裡 所以那至於 纖維化跟鈣化 我剛剛還是補充一下 它不會有症狀 剛開始我太太也沒有症狀 沒有什麼症狀 所以果不生果 所以不一定會痛 如果有痛 也不用緊張 你也不要把它想成 是纖維化或鈣化 引起的痛 像這樣的解釋 就是如有不適感 好像有這些 纖維化概化 就可能有這些不適感 這個是不相干的 所以不應該再把它扯進來 那如果有痛 就像原始點講的 那是症的不適感 多屬他處體傷 只要在他處 這樣解決就可以了 好我就補充到這裡 我們時間好像也到了 好不好 是老師我們課程到這裡吧 剛好時間到了 那我們就結束囉 好 謝謝 我們今天的課程就到這裡 好老師再見 謝謝 好謝謝大家